一樣我們在一樣要啟動內容 它會跳出來 這個是寫在那個什麼 this workbook裡面的open 事件 當他怎麼樣 open 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你就寫一行 這個叫userform1.show 他就show出來 OK 那只是說呢 接下來我們 那個 這個開發人員標籤沒有把它叫做 因為每次都要還原 所以每次都要做一次 OK那一樣 所以這部分 當然理論上 我們這個用的版本 好像2016吧 如果你基本上2017以後 到現在的這種版本都差不多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做什麼 剛剛的開發人員裡面 特別至於就是 visual basic裡面的表單 所以如果未來你要把那個表單叫出來 就要點兩下 它又出來了 如果你又不小心把它關閉的話 那你又再把它點兩下 那就OK 至於就是說我們寫完之後 你可以怎麼run它呢 你要不就是直接執行它 它會跳出來 但是未來當然你不可能說叫使用者在這邊按執行 好 所以我們會需要啟動表單的按鈕 好 所以在這邊有一個啟動表單 好 那就剛剛講的那一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你啟動之後的話 我的需求是 希望讓使用的填完資料 填完四個資料 幫我填到下面這邊第八列的地方 然後呢 我當幫它自動產生EFG 這個下面的東西 這個沾欄 也就是說呢 左邊這四欄是我們從這邊key進來的 右邊三欄是自動幫它產生的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那當我輸入完之後按新增 所以按下新增是一個事件 就click 然後他會做剛剛我講的這兩邊的事情 OK 最好是他填完之後可以再把這四個資料裡面的那個資料清空 除了這個文字方塊裡面的東西清空 並且幫我把它游標再回到第一個 讓它放在這邊 讓它繼續key 那這樣就是一個cycle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要弄一個方便人家填寫字 因為其實就很多都要讓它key對不對 你就這樣 然後enter 他就一直一支資料就進去了 這樣子其實我覺得做幾次也還蠻愉快的 而且如果這個是你工作上面有需要的 你也可以自己弄一個 那以後你就key enter 他資料就全部進來了 那可是要怎麼做 接下來我要講就是 如何去寫 這個部分的程式 那特別注意 以後你要寫程式 其實程式 跟你想做的邏輯是一致的 所以你最好是先想清楚到底你要做什麼 然後就開始在寫程式 不過剛開始如果你不會寫那個程式沒關 你可以把註解你要做什麼的step 先把它打上去 OK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需要把這個先關掉好了 那程式該如何寫 寫在哪裡 第一件是先在前置作為準備一下 因為這前面這個裡面有資料 所以請你怎麼樣 把它delete掉 OK 或者乾脆你乾脆把它刪除好了 這兩列 按右鍵刪掉好了 不然的話這其實是一個說明 但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 我們接下來怎麼樣 就再來撰寫程式 不過你會發現 我把這兩列刪掉之後 會產生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有沒有發現 按鈕怎麼樣 變形了 好 所以controls一下 那為什麼變形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按鈕它的預設按右鍵 如果你按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叫控制項的格式 這個格式 其實裡面有一個設定池 它預設它會變形 所以你會按右鍵 然後那個控制項的格式 請你找到什麼 摘要資訊 就關鍵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個摘要資訊裡面 它位置怎麼樣 位置 大小位置隨儲存格格變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我把它刪掉 那理論上它就不見了 所以它就跟著一起變了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只要改哪一個 大小位置有沒有 不隨儲存格改變比較好 所以按這個確定就好 不過特別注意哦 我是建議你乾脆這些全部都改 不過按確定 乾脆 如果你全部都改 你可以先按右鍵 先點其中一個對不對 然後再點旁邊 再按Ctrl鍵 你如果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改的話 我是建議 這樣比較保險 按右鍵一樣 然後它會出現什麼 那個控制項的格式 這邊一樣 不過它變物鍵格式 改一下 全部呢 通通都不會變了 我們來試一下 這兩列把它刪掉 OK 這個也蠻重要 要不然有些同學不知道這個功能 一塞一七塊 怎麼按鈕變形了 OK 那就是你設定的部分哦 那第二件事就是說呢 那我 啟動表單之後 按下它現在是不會work 可是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work 達到我剛剛要做的那個效果哦 所以一 我們一樣跳到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請特別注意哦 將來我們要 因為我們剛剛是按那個按鈕嘛 所以特別注意啊 請你把程式寫在這個按鈕上 快速點兩下 點一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什麼呢 一個Sub 而且是一個那個 這個 這個Private的一個私有的 意思是說 只限在表單使用 不能被其他的專案 或者模組去呼叫 Private 就是意思是說 這個跟什麼 你資料夾 其實我們電腦裡面資料夾 預設都是沒有共用嘛 對不對 OK 就Private 當你什麼時候跟別人共用 如果你那個資料夾 跟其他電腦 有沒有網方嘛 別人要可以看到 你要把它改成共用 就Public 所以程式概念也差不多哦 好 預設是不能跟其他人共用 那它是一個Sub 對一個什麼呢 Command Button 1 指的是那個按鈕 發生什麼事情的底線 後面就是一個事件 當它被click的時候 會被執行底下的程式 那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當然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做什麼的話 我是在雲端上面 已經有寫一些東西 所以你國籍函數裡面的這個 設計表單 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那首先的話呢 其實我程式已經寫上去了 在這邊 其實主要就是 總共會有1 2 3 幾個動作 這邊就有了 OK 其實總共會有四個動作 1 把資料新增 2 怎麼樣 代出其他 就是這個是把前面四欄 我們輸入了 丟到前面四欄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自動代出的 那再來的話 就清除資料 並且呢 把游標放在那個 就是放回去 不過如果說 你不知道怎麼寫 我建議你乾脆 先把那個 你的註解先打上去 這些程式先不要打 假設你都不知道該怎麼打 沒關係 你可以先把註解先打上去 有點像填空體 反正你就是再把你需要 像我剛剛講嘛 我們需要做的 總共會有四件事情 就是把資料放到這邊來 然後自動代出後面三個 然後並且呢 把上面表單上面的資料清空 最後的話 油標再放回去 四件事情 所以記得1在這邊寫 然後註解 那可是問題 我們要逐步逐步來完成 四個動作 第一個我要怎麼樣 當他按下什麼呢 我就按TAB 4稍微放大一下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放到12 不然這樣看起來有點痛苦 OK 好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們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所以 這個點兩下 沉思起來 我要怎麼樣呢 把那個 我 這個上面的這四個東西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四個地方 特別重要 那首先如果你要寫對 對應的程式的話 你要知道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TESTPART1嗎 它裡面的資料就點TES 那下一個是什麼呢 其實顧名是2 有沒有 所以如果理論上 我都沒有重新再增加那個物件的話 那他順序一定就1234 不過有些同學之前好像把它刪掉了 又重加 那順序不對怎麼辦 你要可能改一下 最好是1234 所以我們希望怎麼樣 把這上面的TESTPART1到4裡面的資料 點TESTPART1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怎麼儲存格 我現在放到的是第 第八列 不過特別注意 那我怎麼知道是第八列 那我們程式怎麼寫 基本上1 我如果要寫這一行的話 記得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要把什麼資料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等於是複製的話 你要把來源寫後面 放過去的寫前面 所以我們先把寫這邊 這個叫什麼呢 Sales 所以你就把Sales 刮符 哪一列呢 第八列 哪一欄呢 第A欄 OK 我要輸出什麼呢 輸入了從哪邊呢 從那個TESTPART1 我剛剛講嘛 TESTPART1 裡面的文字 他幫我怎樣放過來 OK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就寫完了 如果你這樣子 他就幫你放進去 那Gumi是一樣的方式 所以底下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邊的話改什麼 改成B 這邊改成2 OK 一次類推 後面還有兩個 所以就是總共會有四個資料 那我就把這帶過來 然後C 所以底下的話基本上就用複製的 但是你要確認說 你那個TESTPART沒改過 如果改過的話 可能就會出錯 好 這樣子 可是接下來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現在寫了一個第八列 那如果再來一列還是第八列 那不就永遠都第八列 不就蓋過去 所以可能你需要做一件事 把這個8怎麼樣 改成一個變數 那所謂的變數 就是他要跟著 什麼呢 如果你有增加 你要變動 怎麼變動 其實我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游標放在A2 然後呢 Ctrl向下 追蹤有沒有 記得吧 我們在第二堂課 然後講到說你忘記回去看影片 一定有 那那個寫法 他就會追蹤到第七列 可是我要放的是他的下一列 所以你就把它加1就好 所以呢 我需要產生一個變數 那那個變數的名稱 也許我取名叫r好了 ok這個r是自己取的 ok不見叫r 不過習慣列就是r c的話叫color 那追蹤的話 寫法 我們前面講過 你要非常熟 因為追蹤這個太重要了 還記得吧 rangeA2 我游標放A2裡面 然後ctrl向下 就是.end 有沒有 end 還有印象 然後前刮弧追蹤 向哪個方向追蹤 向下就是xl down 有印象嗎 然後後刮弧一下 意思說幫我從A2向下追蹤哦 追蹤之後 告訴我那個列是哪一列 ok那你就點r 哪一列呢 第七列 可是我要的應該是下一列 所以什麼 加1就好了 等於是說他這個回來的結果 r 點r的這個值就是7 那我就把它加1之後就變8 那我就r裡面就8 但是如果下一次呢 8有的話就變9 9有這邊一直往下 然後我們再來怎麼樣 就把這邊改一下 這邊改 有沒有 就是他會一直跟著變了 好 第一個部分就寫完了 1 我們就程式寫完 就這樣而已 ok 我應該可以理解吧 我現在已經寫的夠簡單了吧 反正你只要了解這個規則 應該寫不出來的道理 再來做什麼 再來做測試吧 執行一下 有沒有辦法 ok 隨便A 然後 85分 Enter 然後 你按一下新增之後 如果我說這四個資料有到這邊來的話 那表示ok的 新增 過來了 有沒有 只是說我們還缺一些功能還沒寫 所以你把它改好換一個 假設我今天改成BBB 再輸入新增 你會不會BB出來了有沒有 再CCC有沒有 會不會再加 會耶有沒有 但是後面還有三個東西還沒做 什麼東西呢 就是要把這邊自動產生 另外的話呢把這邊刪掉 把游標放回去 這樣表這樣就可以握可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大概程式沒幾行 我再把重點 一 如果我們上個禮拜部分 你就按兩下 二的話呢 要做四件事 當然這四件事情你可以參考雲端我寫的 或者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寫沒關係 反正以後程式還沒寫之前 你可以先把你的步驟先寫在程式 你再填空題慢慢填 然後總共我寫了四行 其實是複製啦 記得一行 把東西從testbox丟過來 再來最重要是這個追蹤 ok 這邊都變了R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其實 基本上 表單要輸入資料沒有那麼複雜 ok 基本上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中間加個等號 複製到前面去 其實也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把資料複製到另外的地方 中間加個等號 後面東西就複製過去了 就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以後儲存格的資料要帶到另外的儲存格 其實中間加個等號就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沒有非常複雜的東西 其實我建議你就把這些該記的記憶器就好了 至於就是說還有更多 最重要還是多時做 還有就是說 不會的話 你就把影片 把它看熟 做熟 我想慢慢你就會 比較會 做一些應用 因為前提如果 你要用的話一定要熟 ok 試一下這部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